大家好,我是小A,歡迎大家再收看小A的戰地4教導視頻 那麼在今天這個教導呢,我將繼續我以前說的戰地4步兵走位教導 但今天這個教導不是教你怎麼走掩護,今天的教導主主要是希望大家重視一下戰地4的地形還有高度 那麼我相信大多數玩家都知道,戰地4的大多數地圖都有不同的地面的高低的 比如說有山丘,有樓房,有陽台,這些東西都能改變你士兵對外看的視野 比如說我現在跑到二樓,你們可以看到我上了二樓之後呢,我的士兵的視野和我站在一樓就不一樣了 像如果我站在這裡,我下面能看的東西非常多 但是問題是如果你站的越高,像比如說我站在這裡,我知道這裡不是個非常好的位置站 但是做個比喻吧,如果我站著越高,四面八方能看到我的敵人就越多 雖然說我也能看到他,但是我槍就一把,我的準性只有一個 當敵人通通向我開火的時候,我被壓制呢,我根本沒辦法還手 那麼我相信大家也可想而知,如果我站的地方很高,而且暴露自己的話,我很容易被敵人打死 那麼現在小A再來說另外一個極端,如果我們走位的時候,在地圖的低處走位,或者在山腳下走位 這會帶來什麼好處呢?那麼我現在給大家看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敵人看不到你,除非你被敵人地圖上點出來 或者敵人天上有個小的飛行器把你點出來了,他們可能會跑過來打你 但是一般來說,你帶個消音器,就算前面有敵人,後面沒有敵人,後面跟著隊友 你帶消音器前面突突突兩下,把敵人幹掉 在你右側的敵人根本不知道你在這裡走位 第二個好處就是,你可以用山坡來當掩護 這一點我相信大多數完全是不注意,但是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種自然的掩護 就是說,掩護不一定是沙包,有時候掩護是自然的地形 小A一直用自然地形做掩護 比如說我現在站在這裡 我的下半身,大概從我的大腿到我的腳,是被山坡遮住的 如果敵人站在這裡的話,往下看的話 他要么看不到我,一看到我,我也馬上就能看到他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交火了,如果我站的位置更好一點 因為我剛才站的位置不是非常好的位置 如果我站在這裡,你看 我那算門,那算二樓那算門能看得出 而且我的身體,左側有這塊大理石掩護著 從上面來敵人,你說誰先看到誰 如果他的頭跑上來,我已經開鏡子在這裡等他 那你說,他跑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往下看,可能剛剛沒看到我們 因為在一般的戰場上,如果我跑到這裡 我的第一個注意力不一定是在這裡 我有時候看到那裡有人了,我往那裡看一眼 如果我剛剛跑到這裡,他不知道敵人在哪裡 而我剛才的,我站在這裡的話,他跑上 我肯定馬上有第一槍開圈的槍拳 所以說,用山坡不僅僅能給你開槍的第一槍的槍拳 還可以幫你擋住你身體的一大部分 如果我站在這裡,往那裡看的話 你看,我的左側是完全被這塊石頭擋住了 而且我的頭,從左側看過來敵人也看不到我 那麼假設,如果我敵人不在我面前 如果敵人在那裡呢,如果我往那裡開火的話 敵人是很難反擊的 因為我能看到他,他有時可能並不能看到我 而且如果我這裡被敵人壓制太厲害的話 我往後退非常容易 你看,我現在往後一退 他也看不到,我也看不到他了 他也打不到我了 除非他有榴彈,而且他的手非常準的 榴彈在炸我剛才站在這個地方 可能我會被他打死 那一般來說,99%小A有信心說 你巷子往後退 他是根本沒辦法再把你打死了 而他往後退的時候呢 你有可能還能打到他 因為如果他往左邊退的話 能打到他 如果他往右邊退 你看我身體再有稍微往前蹭一點 我還能打到他 他只有往他的左側或者往他後面退 我就打不到他了 那麼現在小A給大家看一些實戰的路向 從這些路向裡面 我希望大家注意我的跑位位子 還有我人站的位子 正好在我剛才說的那些山坡的山腳下面 你們可以看到這種戰術是非常有效 這種跑位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那麽如果地圖上沒有山坡的 如果沒有山坡的話 你也可以從低處 來往前走 因為一般城市地圖是沒有山坡的 但是城市地圖有樓梯 小A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站在樓梯的最上面 你要從樓梯的最低的角落往上看 樓梯常常是個非常好的掩護 你們現在就可以看到 小A現在站在樓梯的位置 還有我怎麼用樓梯來消滅敵人的 唯一東西你要注意 就是用樓梯的時候 要當信敵人從後面偷襲 就是跑到樓梯的另外一端 從你背後往上打 一般來說樓梯是非常好的一種自然的掩護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有時候我們被敵人打到洪雪時候 我們可以往地圖的低處跑 這樣跑是為了切斷敵人看到你的一個視線 因為除非他看外掛 他看不到你他就打不到你 我相信這個原理大家都懂 或者有時候你沒有被敵人打到 但是你被敵人的偵察兵點出來了 就是你的頭上有個紅色的三角形了 到處今天都在往你這個方向開火 你也可以跑下低處 到下面去躲一躲 等你三秒之後 你的三明治消失之後 你在從不同的地方 再露出你的頭 再進行反擊 這是一種非常好的反擊的辦法 那麼我們現在再看個例子 就算你不用山坡來做掩護 你也可以用山坡來擋住敵人的視線 因為你看現在小孩站的位置 我現在往前走 但是我根本不要考慮右側敵人 因為他們一般是看不到我的 我只要擔心我的左側還有我的正前方 這也是一種用山坡的非常好的用法 就是來擋住你的一個可能受敵人攻擊的方向 好那麼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雖然說我今天交給大家的內容不是非常多 但我相信我今天交給大家的一種跑位方法是非常實用的 小A自己用這個方法殺了很多敵人 而且有時候在緊急的時候 我用這方法也奪回了一條命 我希望大家以後玩團隊死戰的時候 玩征服玩突擊的時候能用上 如果各位有什麼意見的話 敬請給小A提出來 最後小A想為大家拜個年 大家新年好 感謝大家一直對我的支持 請大家保重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再一次 我們下期再見 請再見